很多人问我,究竟橄榄油适不适合煮食呢? 听说橄榄油,尤其是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只可以用两半 因为它烟点低,所以不适合煮食 哼,究竟有多正确呢? 而博学研究油怎么说呢? Hello,大家好,我是John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这个频道是来帮你和你家人做明智的健康决定 不想错过的话,就记得订阅和按个小铃铛 普遍认为橄榄油的烟点低 高温煮食会产生很多氧化物质和polar compounds 会导致身体发炎,破维细胞DNA,甚至致癌 所以煮食的时候用高烟点的油 例如葡萄籽油,米康油,葵花籽油,菜花籽油等等 总之烟点越高越好 但是,你又不知道其实这些高烟点的油 比橄榄油更加不耐热 反而造成更多的健康问题 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 橄榄油包括特级初榨橄榄油 是非常稳定的油 而各种等级的橄榄油的表现 平均比其他油好 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健康资讯 又会说橄榄油不适合煮食呢? 是完全相反的 说到橄榄油好像很惊热 而大力推荐高烟点的食用油 我以前用橄榄油的时候 都以为只是可以低温煮食 不敢开大火 或者只是拌在萝卜里面 原因是这些健康资讯 只是用烟点来决定油的质素 不是烟点越高的油就是要稳定的吗? 越来越多新的研究表示 烟点不是有一个好的指标 来indicate油的质素 那这些烟点数值油怎么来的呢? 它只不过是科学家将油整液 直到看到它没有烟 那就记录这个温度了 那这个就叫烟点了 是,你看到油没有烟是代表油开始分解 这些只是你看到的 但是你见不到的是这些油 其实微到它的烟点就开始分解和氧化 就会产生很多polar compounds 中文译为极性化合物 和其他的氧化物质 这些是已经证明了对身体有害 会导致心血管疾病 身体发炎 神经退发疾病 例如Alzheimer和Parkinson's disease 从这个graph你可以见到 油加烟的时候会释放的polar compounds 而extra virgin olive oil和椰子油是最低的 这个table是整个研究的总结 你可以见到虽然葡萄籽油 葵花籽油和菜花油的因点是最高 但是它们平均生产的polar compounds也是最高的 而且它们的氧化稳定性的时间是最低 氧化稳定性的时间越短 代表油的内液性越低 这个polar compounds的刷源温度 只是180度和240度 都未踏到这些油的烟点 就已经有这么差的结果了 更精彩的是 即使这些測面温度是高过橄榄油的烟点 但是橄榄油的表现是高过高烟点的油 所以简有的时候就不要被这些label迷惑了 你可以在以下的description找到这个link 而extra virgin olive oil和virgin olive oil的表现 那么好 是因为它含有很高的抗氧化叫polyphenols 这种抗氧化不单对我们身体非常好 它可以防止油再加热的过程中被氧化 这些抗氧化可以保护油脂被氧化 又可以保护你的健康 反而最高当然不饱和脂肪的葡萄脂油 Table上你会见到PUFA就是polyacenturated fatty acids 氧化稳定性是最低的 所以其他指标例如氧化稳定性和polar compounds的产生 是比烟点更加重要 不用怕用extra virgin olive oil来煮 当你煮食的时候 热量是会从油transfer到食物里面 这样食物才可以煮熟的嘛 一般煮食的方法是很难搭到烟点的 你煮食所见到的烟 只是食物中的水分蒸发出来 我用extra virgin olive oil来煎鸡翼 一把鸡翼放进去的时候 油的温度就开始跌了 温度都是你这样有本身的烟点好远 除非你存疑很差 一直是这样烧焦了 那时食物就已经没了水分 热量就开始转去油 令到温度一直一直上升 这样就会很快搭到烟点 甚至过慢烟点 而第二个最多人问的问题是 还有第一个 extra virgin olive oil可以用来炸食物吗 刚才我也有提到 extra virgin olive oil和virgin olive oil 表现是很好 是因为它含有很高的抗用化 叫polyphenols 都有研究表示 extra virgin olive oil和其他等级的橄榄油 都是耐油炸的 虽然狂用性高 但是油炸的时候 就最好没有过的烟点了 因为油炸是将油 加热到大约170度左右 之后才将食物放进去 炸食物的时候 都是用比较多的油 当我们炸食物的时候 油的温度就保持高温 所以才可以炸食物 长时间和重用 都会影响extra virgin olive oil的质素 所以如果用extra virgin olive oil 你油炸的时候 就抹大你的眼睛 留意一下油有没有到的烟点了 你不想这样做的话 我就会建议 你先选 低多元八宝黄脂肪的食用油 然后先选高烟点的油 详细的解释 可以看看油理真好第五集的视频 重点是选低多元不饱和脂肪的油 因为大多数高多元不饱和脂肪的油 它们未到烟点就开始氧化和分解 还有油炸的时候 时间就尽量短 和不要重复使用 因为无论你用什么油也好 高温和长时间是食用油的客性 而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用extra virgin olive oil 油炸 因为我不想破坏橄榄油的抗用法 而我买的橄榄油也不便宜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油 背后都有很多政治和经济因素 很少是为了人的健康而发明出来的 其中一个例子是 大豆油 葵花籽油 菜花籽油 由于橄榄树不是世界各地都可以种植的 其他国家就会从他们可以种植的植物 找方法来提煉油出来 那就不用跟其他国家买给他们的橄榄油了 另一个例子是葡萄籽油和米糠油 这些葡萄籽是葡萄酒剩下的废物 而米糠是当草米变成百米剩下的 这些原本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废物 但是因为要赚得更多钱 就要找方法从这些废物抽气的油出来 就用溶剂和精济过程变成食用油了 刚才我所说的两个例子 你可以说他们是聪明 但其实主要是为了钱 而不是为我们健康着想 因为这些植物种子油 其实很多都是高Omega-6的油 它们不像橄榄油 橄榄油是从橄榄果肉来的 我在这个视频也有解释 植物油是没有你想到那么健康的 我下个视频会教你 如何选择高质素的橄榄油 因为也有很多人问我 纯橄榄油和特级初榨的橄榄油 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记得订阅我啦 多谢你看这个视频 你可以在以下留言告诉我 你又不有用橄榄油 或者你一直都用一些 声称健康的油 你们的留言都可以帮到大家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掌握自己的健康 达到身心健康 下个视频见啦 拜拜 橄榄油和特级初榨 橄榄油 初榨